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带大家来倾听地方的声音 一块来监督基隆市政 让基隆更好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介绍市仁爱区市议员 郑文婷郑一座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文婷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山区市议员张炳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炳君 炳君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信义区 我们的新科一座陈君佐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君佐 君佐一座好 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电动机车 是不是转换成共享运具 这一件事情会变得更好呢 你快来看看 基隆市议会总质询 市议员郑文婷质询表示 再怎么盖停车场 都赶不上车辆成长的速度 因此建议市府能评估 将电动机车政策 转为共享运具 以因应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尤其以我们基隆来讲 你盖再多的停车场 你都追不上汽车的数量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能不能够以共享汽车 或机车这样的一个概念 来去推广环保的 这样的一个意识 然后一步一步走向 净零排放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一件事情 也希望市长能够再仔细的 去评估一下 我们的电动机车 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一个方式 让市民能够共享这一些机车 这个也不违背你推动 电动机车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初衷 那我希望市长在这个部分 能够有更周全的一个思考 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一个环境 更友善 那让每个人他要出门的时候 他可以在家附近我就用共享机车 共享汽车我达到我的目的地 这一台车还可以让下一个人继续使用 那我建议市长 基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U-bike 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这一件事情 开始做起 如果我们有U-bike可以进到我们的基隆市 让很多人他不用骑机车到火车站 到成绩转运站这边来换搭公众的运输工具的话 那透过U-bike 共享这个脚踏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先逐步的来改善交通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周全的一个做法 提供给市长参考 真的我们有时候想一想 有时候换乘共享运具 或许可以解决很多的一些交通困境 我们来请教文庭一座 是 我想这个共享运具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在国外行之已久 那在台湾呢 其实也已经开始有人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我想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你每天早上把车开出门 到你工作的地点 一直到你晚上把车开回家 停在你家的停车场 这么长一段时间 有学者去估算过 也有统计过 就是说大概12个小时的这一个工作时间当中 你大概只有两个小时 是把车开在路上 也就是说12个小时当中 有10个小时 你车子必须停在你的停车场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车辆的拥有的数字增加 跟着我们也必须要盖更多的一个停车场 来停放这些车辆 那如果我们可以让这些车辆 它是在路上跑 今天我可能我8点到8点半 我必须要去上班 我把它开在路上 到了我上班的定点 我把它停下来 透过APP的方式 让很多人能够事先预约 知道哪一台车 在哪一个停车场 哪一个停车位 它可以去启动这一台车子 然后再载着下一位 由下一位的使用者 继续来使用这一台汽车 来载它到另外一个定点的话 那我相信我们的这一个车辆的拥有数 应该会减少很多 同时我们停车场不足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可以获得改善 那这些东西在国外 我想已经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那在台湾呢 因为我们这方面的一个法规 还有一个相关的一个配套措施 都需要再精进 那所以我们大部分看到的 大概就是iRAM这样的一个工具 在路上让大家可以来使用 不过我们很开心是可以看到 在双北其实越来越多的共享机车 还有我们的共享汽车 其实已经上路 那我们希望基隆 因为我们的市区的空间比较有限 那我们的停车的空间也有限 如果能够尽早规划 用共享载具或共享运具 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解决我们市区停车不足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否则我们盖再多的一个停车场 我们都没有办法跟上车辆的一个增加的速度 是真的 当然就是民众其实有反应 如果转成共享运具的话 如果是电动机车 那当然真的就是轻便 因为基隆的路小 但是如果是汽车 电动汽车 那就是可以遮雨 其实这些都是一样的 那我要请教秉均 秉均你对于这种减碳绿色运输工具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我们应该是回归到 我们最早的开始 那谢国梁市长他当时是希望送的是电动机车 当时其实他也一直觉得我们民进党党团会反对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民进党党团有再三的在强调 我们从来没有阻挡这个政策 而且我们希望他把他的范围性扩大 而不是极限在只有青年 而是让我们整个全部的基隆市民 同时都可以享用到电动机车共享运具的这个良好的政策 所以我们在议会咨询的时候 包含我们的记者会 我们的党团 我们有再次的跟谢国梁市长重申 我们不需要我们电动机车是属于青年独特所有 而是把它扩大 造福到我们整个基隆市 所有的市民朋友 因为其实我们基隆市本身的地势是比较狭小的 停车空间不足 尤其是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 骑楼停车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造成骑楼地域 这个相信这个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那为什么会有骑楼地域呢 因为大家基本上每一个人家里 少说都有汽车如果我们家四个人 可能就有三台汽车 也有可能三到四台摩托车 但基隆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 你要一次骑着这么多台的汽机车 坦白说真的不可能 就像我刚刚文婷总召所说的 我要再盖 不管再盖多少的停车场 永远都无法容纳我们所有的汽机车 所以为什么我们党团 我们提出这个方案 我们希望用共享硬具 然后来减轻我们所有消费者 自行购买汽车的问题 然后减少他的停车问题 借由共享的方式 让所有的市民简决掉塞车 甚至像最近我们行政院 也通过了1200的我们月票 那未来的话 其实我们有这个月票的话 我们不管是搭乘绝印 不管快捷公车 甚至市公车 其实它都是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市民 享受到交通的辩解 那如果有这些便捷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减少降低 我们自行购买汽机车的需求 那我觉得这部分对整个市容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很好的改善 也可以避免掉我们所谓行人第一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 民进党党团 我们也一直希望我们谢国梁市长 好好的再重新审视一下 我们永远没有去阻挡电动机车 只是我们希望的是 它可以成为共享硬具 因为像台北新北他们有U-Buy 但是对我们基隆来讲 它比较不适合 但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共享电动机车的硬具 发展成基隆市独特的我们交通硬具 我相信这才是我们整个基隆市民所想要的 是真的 市长谢国梁要送这个我们的电动机车 那我们就来检视我们的基隆的基础设备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君佐 那电动机车的政策其实是很好的 那我们基隆市议会 我们民进党团 全力支持我们谢国梁市长 那一毛钱也都没有三 那补助青少年很好 对 那像我儿子虽然没有在资格以内 但是我也替我们基隆青少年 很高兴 对 那后续的维修站及充电站是否足够 这是重点 我们都知道电动机车是需要到换电站去充电 更换 那如果幸运的话 可以拿到一颗充电量80%的电池 那但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换到60%到70%的电池 这也表示在换电站的数量是不够 另外目前 勾勾楼电动车的维修都是需要提前预约 我知道基隆市目前维修勾勾勾楼的点只有在中正区一个点 然后异一路 然后现在目前信誉区在东信路又增加的第二个点 你看勾勾楼在基隆那么久才只有两个点维修 那如果这一万两千台的电动车真的如果都已经 进到基隆 对对 引进到基隆 那后续的维修 那会不会演变成一个灾难 那其实我反而提出一个建议 那市府如果真的要推这一千两百万 一万两千台的电动机车 应该在这个时间点 辅导传统技师或是跟学校建教合作 因为学校有气修科 这也是个不错的方式 投入电动车的维修 不仅帮助传统产业转型 也能辅导更多的年轻人就业 有时候搞不好年轻人不想读书想就业 这个也是个不错的方式 对真的是 就是后续的问题 我们可以更长远的来布局来审思这件事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最近 非常大家讨论异度非常高的 就是我们的未读案 我们先来看看民进党团 因为这一件事情而一起开了记者会 全面普检 保障幼儿健康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 11位成员齐聚高呼口号 呼吁金融市长谢国良 在新北市发生幼儿园喂药事件后 应该全面普检金融市幼儿园的学童 让家长安心 在金融 我们认为说 连锁的幼儿园也在金融 都有他们的一些分支机构 因此很多家长非常关心这一件事情 那民进党团今天特别召开记者会 希望能够呼吁市政府全面来检测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的一个健康 现在我更要你负起金融市大家长的身份 立即来去找相关的部门来去研讨 我们要做的是全面检验我们所有两岁到六岁孩童 我们不希望这个憾事出现在我们金融市所有孩童的身上 特别要呼吁谢广市长 你自己也身为一个孩子的一个爸爸 你的小孩目前也在就读我们的一个幼儿园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希望说身为一个基隆城市的一个大家长 应该共同来维护我们基隆市所有幼儿园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 怎么样才可以避免让家长继续担心受怕 就是现在开始我们要求我们呼吁基隆市政府 对于基隆的108间幼儿园 7000多个小朋友全面做检验 全面检验让家长放心 让市民能够安心 你这个人也是身为小朋友的一个父亲 所以协同安全的一个部分呢 是完全零容忍 所以我们立即要求谢市长 立即要求将基隆市所有的幼儿园 从零到六岁的小朋友 立即实施检验的检查 市长全面普检我们基隆两岁到六岁的幼儿 有太多家长恐慌了 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 所以真的再次的要求基隆市政府 来针对这一次的用药事件 来对我们的孩子们做一个普筛的动作 让我们家长放心 让小朋友有一个安心的就学环境 在我们没有办法厘清这些状况之前 我们希望基隆市政府能够负起责任 先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进行全面的普检 来让我们的家长可以安心的让小朋友去上学 基隆市政府此时此刻最好的方式就是要立刻全面普检 还给我们家长以及我们脱教的从业人员 大家有一个彼此互信的基础 也让我们有这样的关系能够回到正常化 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他的肝肾是尚未发育完全的 为了避免这样子新北市的未读事件再度的发生 民进党团严格要求基隆市政府 能够进行幼儿园的全面激查 以及幼童的全面普检 为了小朋友的生长跟他的一些活动跟过程 我希望他们都是能健康平安的长大 所以我要求基隆市政府一定要普检每个幼儿园 据了解基隆市全市约有108间幼儿园 共有7000多位2到6岁的小朋友就读 民进党期盼小爱爸爸谢国良能将心比心 全面普检基隆市幼儿园学童 让家长放心也让市民安心 真的就是要让家长放心 因为孩子都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动量 我们要请教文庭一作 我想新北市就在我们的隔壁 他们发生这样的一个未读案 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那我们也同时开始关心我们身边的孩童们 我们的幼儿们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有很多的家长 他每天通勤到台北 也把孩子带到台北或者是新北去读幼稚园读小学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一直都是健健康康的 那希望市政府能够站在这个保障孩童安全这样的一个角度 全面来普检我们基隆市的这个幼儿园 为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新北市爆发这样的一个未读案 这个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幼儿园 那我们基隆也有这样的一个加盟的一个连锁幼儿园 在基隆招生 然后一直持续的在教育我们的孩子 那我们不晓得说 这个到底是单一发的事件 还是这个教育的一个机构 他们就是一直有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因此我们希望金融市政府能够全面来普检 我们金融市所有幼儿园的一个孩童们 让家长能够安心孩子的学习的一个环境 是健康的而且是安全的 那当然这两天我们看到媒体有说 我们的新北市他们透过检察官这一边来检出 孩子们的这一个药剂的残留是零 那当然这个是让人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情 希望我们的孩子 不管他是在新北还是在任何地方的孩子 我们都希望他们是健康的 但今天很不幸的在 一样是新北的系纸也被验出了我们的孩子 他有在被用药这样的一个情形 他所用的是本二蛋品类的这一个药物 那据说这个是用在精神的一个疾病的患者身上 我们弄不懂的是 为什么这些药物会那么容易的让幼儿园来取得 而且把他用在我们的孩子的一个身上 这个部分如果没有把他厘清的话 我想纵使我们基隆的孩子零检出 但是家长还是会很惶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管道 让幼儿园可以取得这一些药物 而且用在孩子们的身上 因此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呼吁市政府 要全面的来检测我们幼儿园 是真的耶 不管是从管道或是机构 偶发事件其实都要全面来普查 那秉均义座呢 是不是有很多家长跟你反映这样的事情或担忧 其实在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我相信不止秉均 还有我们所有民进党党团的议员 都受到很多家长再去提到这件事 因为他们都很担心自己的孩童 在幼儿园不知道会不会有遇到相同的问题 尤其我们北北基讨 我们算是共同的生活圈 就算是我们基隆市民 有些因为可能娘家在桃园台北新北 或者是因为一些生育补助的问题 所以他们有把户籍是迁到那边 但实际上他还是我们基隆市民的孩童 所以这部分发生之后 其实我们所有的基隆的家长们都非常的担心 但坦白说 我并没有看到我们基隆市政府有什么样的作为 所以我们民进党党团 我们当时也联合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我们希望我们的校园可以全面补检 但比较遗憾的是到现在市政府还没有任何的回应 也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要怎么样守护我们所有孩童的安全 什么东西都可以等 唯独孩童的安全是不能等的 我们看到高雄市 他至少有针对他们连锁的幼儿园去做机场 而我们基隆市什么都没有 我不太理解我们市政府到底是在存着什么样的信念 他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孩童的安全自知脑后吗 我觉得这是市政府要去检讨的 但对我们民进党所有的议员来讲 我们始终的就是想要守护我们所有基隆市 孩童的安全 所以我也要借由节目再三的跟我们市政府强调 我希望你们可以全面普解 保障我们所有基隆市孩童的安全 同时也要进行稽查 避免有这些的憾事发生在我们基隆市 是真的就是要顾好我们孩子的身体健康 我们的孩子学习的安全环境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君佐一座 爱孩子是不分党派的 那我们也要要求我们县市长全面检查 我们的基隆市的幼儿园 那教育处虽然没有办法介入去检查 但是卫生局有办法介入去检查 应该发生了 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就应该立即 我们前两天有开过记者会 但是到现在记者会他们都没有所回应 所以我要求卫生局立刻介入 然后立刻调查我们幼儿园的尿液 还有毛发普检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当然我们不是怀疑教学现场的每一位教职员 而很多家长跟我反映 担心会有这个类似的情形发生 但是我觉得教育的方式的改变 也是需要让家长知道 我要先称赞宁佑昌前市长 他在2014年一上任之后 就规划校校有妇幼 也就是说每间国小都要有妇设幼稚园 直到今年所有的国小都有妇幼 这是全国首创的 目前幼儿园的教学方式打造都是区区 都是研究区 也就是说有美劳区 意志区 语文区等引导幼儿自主探究学习 这样的教学模式其实对小朋友脑部刺激 手指头部细部的动作 或是大肌肉运动等 都是很好的发展 像我小时候念幼稚园 就要练习写字练习乏音 学习上比较枯燥乏味 那且被局限的比较多 我要说的是 教育的改变及经济 应该要让家长知道 而不是停留过去的传统的模式 一定要去明星学校 才有好的学习的环境 一般的公司公立幼儿园 也是很完善的规划 那回过头来说 失校的老师有没有教学压力 有没有家长的压力 所以他们必须采取 不一样的教学方式 但不见得这样的教学方式 对小朋友的发展是好 我指的是毒药水 因为小朋友哭闹会影响其他小朋友 所以才会有这个毒药水时间 是 所以真的是还是要呼吁一下 要全面来普查一下 就是营照让孩子有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让家长放心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注的 就是我们的基隆遮雨棚 你放宽2.1公尺这一件事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文庭一座 是 我想过去大家常常都会发现说 冬天的时候 我们基隆都在下雨 那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这个屋顶有一个遮雨防漏的这样的一个设施 那过去基隆市的这一个规范呢 就是说他在这个屋脊上最高的这个地方只能1.5米 那四个角落呢 只能1.2米 那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 任何人如果你搭了这样的一个防漏设施 你要进去里面清落叶啊 清一些这个会堵塞这个排水孔的这一些脏污的时候 你必须蹲着爬着进去才有办法把它清干净 那很多民众就会反映说 这种状况是不是可以放宽 那我们研究了这个双北他们这一些防漏雨遮的这一些设施的一些相关规定 新北市他们是规定在最高的那个屋脊的部分是要到2.1米 2.1米的话至少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大人的话可以站直立的站在这个空间里面 那四个角落可以到1.8米 那我因此呢在今年2月份临时会的时候 有我提案那我们党团同仁也全部通通都联署来提了这样一个案子 就希望市政府要研议来改修改这一个自治条例的一个规定 那这个案子在审查会审查到这一个案子的时候呢 得到我们议会全体议员的一个认同 所以最后我们这一个提案把它改成全基隆的市议会的31位议员都是提案人 那我也乐观其成 所以我们这个案子后来就变成31个议员全部都是提案人 表示说所有的议员都非常关心这一个与遮的这一个问题 那这一件事情呢也连带会影响到就是说 在这一次定期会的时候市长跟处长在业务报告的时候 我有质询到他们这一件事情 我说临时会已经提案了为什么在定期会的时候 你应该把自治条例的修正草案送进来怎么还没有送 那这个时候市长跟这个处长他们的回应是说 因为怕民众把它当作实质的一个违建 但是事实上这个是多虑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本的规定就很周全 你只能有四根柱子加一个屋顶 不可以有四面墙不可以有窗户不可以加门等等的 所以这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防漏的一个设施 所以这一个是基隆市特别需要去补强的一个防漏设施 那因此我也很开心呢 我们看这两天的媒体报道 就是都发处已经在研议修改这一个自治条例 我们也希望在下一次的临时会或定期会的时候 都发处能够把这一个修正草案送进来议会 让大家能够一起来把这一个修法的工作把它完成 是真的因为基隆多宇 我们的房屋屋顶要漏水这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君佐义座 他其实很用心 他有做了图卡要给大家看 其实这一个法案应该要怎么做是最好的 那其实基隆是一个多余的城市 老旧的公寓是非常的多 那住顶楼的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顶楼漏水 那是很多住在顶楼的基隆人的新生 那现在基隆顶楼的铁皮屋加盖的规范值 能在1米5 那如果是1米5的话 顶楼有加装马达或其他管线人 要进去维修是非常困难 那至于有人知道可以申请 但是他不一定会去申请 但若在高度只能1米5的话 真的是没有人去申请 那以台北为以台北跟新北为例啦 高度是2米1的话那本 那希望基隆市也可以比较双北 建议高度增涉到2米1 比较符合人民的需求 在基隆这个多余的城市 加盖铁皮屋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其实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潮湿漏水嘛 那漏水 5楼漏到4楼 邻居就会不和谐 常常高到法院 那其他的住屋就是在看戏啦 也不管这个事情 那其实我最近接到这个case的话 他虽然顶楼他有做防水 但是他还是会漏水 他还是漏水 一个年轻人好不容易买了一个房子 200多万的房子 又要修理这个房子 又要多花这个防水的工程 你看这个他大概已经花了20几万了 对还不算铁皮屋 然后如果他如果高度设在1米5的话 你看这个水塔 他水管 分上下修理 怎么进去 人怎么进去修理 他分两次修理 那这个水塔的高度是220 那你如果在210的话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他也其实可以不用多花这个防水的钱 那因为1米5 他就不去申请 对他等我们法令过了以后才要去申请 那无况真的很糟 几乎都漏水 对 信义区 仁爱区 在那个爱六路那边 爱六路那里 其实我补充一下 我们基隆是30年以上的房屋 大概有六成以上 所以其实需要有这个防漏设施的民众 还真的是不少 真的到时候可以往这方面来为民谋服 我家虽然装有铁皮屋还是会漏水 所以这真的是大家的需求 既有人的需求 可以往这方面来研究一下 看怎么样来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 就是在各区我们三位一座都非常的用心 现在看看我们的宠物银行 那秉均他特别前往去查看 为什么这个浪浪豪宅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用 他也提出了建议办法 收容在宠物银行里面的流浪狗狗 听到有人接近同时兴奋警戒起来 不断吠叫 位在七毒马林地区的宠物银行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启用呢 一向关心流浪猫拳宠物问题的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在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产发处 以及宠物银行园长和工程人员等人陪同下 再次前往会刊 发现像是之前工程缺失中的漏水问题 已经注射发泡剂 抓漏止漏 其他缺失也不断改善中 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启用 没人敢说 因此张炳君建议市政府 是否可以采用部分验收 市营运的做法来启用呢 那我们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也在网络上有看到 有一些的志工反映我们宠物银行 当时在新建上可能有一些的疏失在 所以我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 我就立即的前往我们宠物银行 来现场来去看看到底 实际的营运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经过其实产发出的不断努力下 炳君今天再次办开会刊 邀请产发出一起来看 就是看这些的缺失 目前的改善状况 是不是真的可以符合一个 我们流浪动物 一个友善的收容环境 当然其实我们现场看到的时候说 已经有大部分的缺失都有进行改善 但还是有很多的小细节 需要我们在后续来跟产发处 甚至我们营造单位来去共同协助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千万不要挤 就是说我们希望一开始 宠物银行提供就是友善的动物环境 所以我倒会会建议市政府这边 是不是可以采用先试营运的方式 让我们这些流浪的猫犬先进来这边 等到实际营运的状况之后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的空间 然后把它一次改善完 改善完之后再来正式开放给所有我们金融市民来这边 不管是带着我们流浪动物来这边散步 或当志工也可以 但不管怎么样我也会持续监督市政府 一定会让我们的宠物银行成为友善的动物环境 张炳君认为部分验收市营运之后 也可以发现犬舍及猫舍 以及工作人员办公室等设计上 和实际运作起来的差异 可以同步进行改善和调整 真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续发展又如何 我们要请教炳君一座 其实我们一直很致力 让我们金融市成为一个友善的动保城市 所以在其实在我们在担任民意代表期间 我们有不断的 包含就是我们宠物银行的改建 包含也有在持续的争取 像我们宠物公园的设置 就是希望让我们这些猫小孩们 拥有不但是拥有一个优质的收容环境以外 更有我们可以毛爸毛妈 带着我们的猫小孩 去让他们去宠物公园 去让他们散步 但其实很可惜的是 我们在去年就是应该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 我们受到我们宠物银行的志工在反应 我们新建的宠物银行当时他是缺水缺电 所以那时候其实所有的志工很担心 在没有水跟电的情况下 所有在我们宠物银行当时收容大概还有50几只的这些流浪的毛小孩们 到时候他没有水电 没有瓦斯 那他们怎么样在那边度过这个寒冬 当时我们就立即的马上来去办理会堂 到我们的宠物银行去看 而我们到现场看到了其实真的他有很多很多的缺失 我记得产巴处也说其实他们找到上百项的缺失 包含就是说排水的问题 包含就是说像他的我们说的他的笼子尖 他的其实呈现的都是尖锐物 所以你也看到很多我们流浪毛小孩在他们在爬 就是在走动的时候他们都会被刮到 对 然后包含整个逃生设施的错误的设施 就是说他们是只能进不能出 对 所以他们就有在提到啊 那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我只能进不能出 我们怎么逃出去 其实他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缺失 那当时也不止秉均啦 也有很多的民意代表共同都有去前往关心 那我们在大概也是在今年四到五月的时候 不是今年三月的时候 惨巴处有先大概做初步的改善 把我们那时候提出的很多的这些的问题 他们有一步一步的去改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可能本身的设计 他就不是属于一个真正友善的宠物生的空间 所以他在做后续的改善的时候 其实可能比一开始设计制作要花更多的心力 当然我们有经过多次跟惨巴处去讨论 那因为说现有的这个配合厂商 其实他可能也不太愿意去改善 那这个合约会中止掉之后 我们有再跟惨巴处去讲 你要再找到合适的厂商进驻之前 你一定要再找包含我们所谓的我们的这些动卯团体 包含我们从云行的志工 然后有一些是真的是比较关心我们这些毛小孩的这些的朋友们 因为他们是实际上的需求者 包含志工他们很常带着毛小孩在那边附近散步 那这部分我觉得未来我们要来持续的监督 把它成为真的属于我们流浪动物的豪宅 然后让他们真的拥有一个优质的我们的收容环境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几个月要持续去努力的 未来包含就是说像从云行 其实它是属于比较在气度马林的部分 交通的问题如何去改善 包含未来要怎么样去提供更多任养的活动 让我们这些毛小孩有一些温暖的家 这我们相信整个民进党党团跟丙君 我们都会共同努力 是可以看到我们民进党团 还有我们的丙君真的很用心 就是致力打造友善我们的宠物世界 动物世界帮浪浪找一个好家 那另外还有一个友善的环境 就是我们的行人空间 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君佐义座 其实在试办骑楼停车这件事 它在总咨询中提出不同的看法 骑楼内部规划成机车停车阁 至少留有1.3公尺以上空间 提供行人通行 就用市政府为了改善围停的状况 从3月起陆续开放部分骑楼 让骑士合法停车 集中市议员陈君佐在总咨询时 关心机车骑楼停车的标准 依据内政部网站查询 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标准 第16条第一款明确规范 人行道宽度依行人交通量决定 供行人之近宽不得小于1.5公尺 轮椅使用者通行宽度要90公分 普通人行走约60公分 两个加起来就要150公分 光90公分的轮椅 如果要回转的话 至少要150公分 130 150这两个选项 在六都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基隆可能是比六都的桃园 新北都还要更紧密 那包括新北桃园也是130 所以我们是用比较严格 市长不好意思 我们讲我们是在讲基隆市 不要讲别的现实物 就光基隆市就好了 我们目前还是努力在130 想办法能够做到 150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150要啦 要150 130真的是太小了 那等一下市长 你等一下下市议会的时候 去卫生局前面那条路 人行道看一下 麻烦你等一下去看一下 好我会去 谢国良强调 在不影响店家进出 和行人通行的影响下 市府会针对不同的路段 进行调整 至于行人通行 保留150公分的距离 市政府未来会继续努力 哇这真的是要摆脱行人地狱 这一件骑楼停车案 真的大家讨论的也非常热烈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君佐议作 其实我们基隆市长谢国良 在3月16的时候 到我们基隆庙口附近 会同仁爱居公所 爱山路30号到72号 禁止停车 骑楼禁止停车 还有涉滩还有堆植物 然后在3月20号的时候 严格取缔嘛 那请店家与市民维持骑楼近空 让外来的访客游客到基隆 到基隆时候 看到我们这个城市是 骑楼是友善的 但是问题是市长只有在市中心看 他有没有去七个巡政区都看 他只有看仁爱区是不行的 他有没有到新衣去看 有没有到中正区去看 他让市民感受到温暖的城市 应该是每个行政区都要去 那让大家步行的时候 感受到骑楼空间是宽敞的 避免店家摆设 还有机车停放于骑楼 这是很好的啊 我也很想要这样子啊 但是你要看他的环境到底适不适合 那你看立德路下面那个 翔峰街 哇 那骑楼都是停机车 挤不过去 对挤不过去 每天之前警察几乎 开单 天天去开单啊 那他只有公告76处是合法的 那其他的地方 根本就这个方法是不可行 他没有规划出让我们有停机车地方 那贸然的执行是76处可以合法停车 那其他的不能停 那市民反弹很大 而且你看他人行道宽度也不足啊 对啊 只有60公分 人行道宽度只有60公分 那不是只有深溪路这样子呢 东光路东新路东明路都有类似的情况 信义区啦 我是指信义区 那其他区一定会有这个状况 那其实我是希望啦 这个错误的政策啦 要立即改善 那成立骑楼整合小组 邀请交通处警察局 财政处都发处及公务处等单位 进行改善并寻找当地 僻件机车的停车空间 那其实 我觉得每个里 都有国有财产局的土地 那是不是请市府来协跟 国有财产局来协调 把那个地方开辟为机车停车场 这也是个不错的政策 是真的 骑楼整合小组 这听起来蛮 是 我们请教文婷一哥 我想 君佐的这个意见非常好 那我们民进党团在讨论到行人友善空间这一件事情上面 我们也一再地在跟市政府反映 就是你看双北他们在检讨汽油停车的这一件事情上面 他们是从最拥挤也就是最火车站最核心的这个区域 大概在二十几年前从台北车站周边南洋街 如果以前有在那边补习的同学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 那个南洋街是人可以走车是绝对不能走的 可是他从一开始市政府从一开始就从火车站周边 禁止停机车在骑楼 让这些机车慢慢的往外去停放 那现在只要你进到博爱特区里面 你几乎骑楼是不能停车的 那让行人在这个空间里面他可以自由行走 可是市政府却是反其道而行 他开放火车站周边可以在骑楼停车 而且他保留的宽度只有1.3米 这个宽度1.3米其实君佐他在议会咨询的时候 也有拿尺去量那个社会处长 他当场在那边示范 那根本就是没办法转弯的一个宽度 因此我们民进党团在那一次的咨询里面 有特别要求交通处必须就这个部分进行研议改善 那交通处也同意他们在7月份的时候 会进行全面的一个检讨 我们希望让民众能够有一个很宽敞的行走的一个空间 也让我们的身上同胞他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是安全的 是真的这才是真正友善行人最好的方式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文庭一座 他在仁爱区其实很关注我们的落实问题 快来看看石球路169项很困扰民众的土石崩落 山壁上的土石崩落下来幸好掉在网子里 但有的地方因为土石太沉重 时间已久连网子本身也断掉 市议员郑文庭说这片山壁的土石崩落已经很多次 这次接获民众反应 他会同石球里里长邀请市府公务处等单位再次会刊 希望能够做挡土墙以彻底解决问题 这个地方陆续好几年大部分都会有落实下来 尤其是台风天 那上次也有发出说车子砸到了问题 给落实砸到了问题 那还要是砸到车子砸到人怎么办 所以说这个长久租记还是看怎么样 把它弄一个一老容易的方法把它好好做 不要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要石头下来 我们就用网子把它弄 这样下面还是有落实在 这个地方其实土石崩落已经很多次了 光我们服务处办会开也办了好几次 那我们非常感谢市政府都会尽快的来用这个铁丝网 把它做一个补墙 但这个方式终究不是一个彻底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再更深入的去研究 能够有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法 也就是说必须在这个地方做挡土墙 那刚刚我们跟这个市政府还有区公所这边做一个讨论之后 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彻底解决的一个方案 但是碍于经费的关系 那我们这边是希望说市政府能够考量到民众出入的一个安全 能够尽快来研溢这种比较长远的一个解决方案 不然我们关我们服务处的会看就好几次同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会看 那希望能够彻底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让民众在这个地方出入能够更安全 谢谢我们正义员 关心我们市丘里 我们这边市丘无理 行车的安全 出入的安全 真的那里地方是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 但是就是发生了这个土石掉下来 扎坏车的意外 我们要请教文田一座 我想市丘岭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它是属于比较高一点的这一个陡坡的路段 所以常常这个山上的一些落石会掉落 那从上一届我担任议员以来 其实在相同的地方我们就会看过 好几次 那当然我们也很感谢市政府 他们有协助用铁丝网把它固定住 就希望那个落石不要直接掉下来 扎到行经附近的车子也好 或者行人也好 但是我们这一次再去会看 就发现说那个铁丝网有破洞 所以那个落石还是会掉下来 对 还是继续掉下来 那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做挡土墙 那这个部分就必须要编列预算 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持续来跟市政府这边来争取 是 就是为了要让民众行的安全 车子行的安全 有一个好的友善的行车空间 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了 就是我们常常说要编预算编预算 但是基隆真的是实在是很穷 所以我们的秉均在市议会总质询的时候 就提出了基隆升格直辖市 针对基隆市长谢国良提出基隆市升格为直辖市的想法 并且想要拜会前市长 也是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请议 基隆市议员也是民进党立委提名人张秉均 在市长市政总质询时表示支持基隆升格为直辖市的想法 但现在我觉得是最佳的时机 首先我们的内政部长 就是我们前林又昌市长 他也是非常非常赞成基隆市升格为直辖市市长 第二个坦白说 现在不论是基隆市台北市甚至新北市 都是我们国民党先市首长执政 那我们的新北市的市长 现在应该也无心于市政上面了 因为他要开始去拼总统了 那我相信谢国良市长 你跟蒋万安市长是好哥们 那这部分 我希望就是说市长这边 我们要去拜会林又昌部长之前 是不是有具体的方案 比如说之前部长提出了这两个方案 您个人是比较支持哪一个 或者是说我们基隆市 还有第三个方案 可以提出来 因为市长我知道你常常在诉诸媒体上 有跟市民朋友报告 我们比如说之前电动车方案 或其他方案 你会透过媒体或是 那在这个部分 关系到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尤其是我们刚刚讨论到很多的议题 都是因为讨论到补助的经费不足 那这一部分我觉得这关系到我们基隆市 是未来50年甚至100年的都市计划 这部分我想要救教市长您的想法 当然未来如果我有机会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一定也会来全力协助我们谢国良市长 来让我们基隆市升格为直辖 市长谢国良也表示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机会可以约到内政部长林又昌 向他请议 或许借由张炳君议员签线 带着他去见部长 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直接升格为直辖市 或许就是解决基隆财政困境 很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秉均一座 很多不同的面向 可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 其实我相信基隆市民 100%的人都希望成为直辖市 但很可惜的是 这个总是成为一个政治的议题 有很多的市民其实听到 可能都已经有点麻痹了 那我这一次为什么会在特别 我们议会总资讯的时候提出 我们希望谢国良市长 因为是他自己主动诉诸于媒体上 说他觉得基隆市是需要升格为直辖市的 而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北北基陶 大家一直都会觉得 它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但很可惜的是 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都是直辖市 唯独我们的基隆市不是 所以相对我们受到了一些的补助比较少 所以大家为什么我们人口会纷纷的往这些其他台北、新北或桃园去外流 因为补助少相对的福利也少 工作机会也变少了 所以我们基隆市为什么持很有可能会被边缘化、卫星化 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 而谢国良市长 竟然你也在媒体上说 你觉得直辖市是有升格的必要 而当时我其实我也提到了 其实这个在我们牛昂担任市长的时候 我们牛昂部长以2021年就已经有提出这个方案 他也主张落实十年纲要 推动我们的县市平权 然后修改我们地方自治法 而且我们其实基隆市是有我们北台湾最大的货轮 以至游人的港口 每年的税收是超过2000亿 那其实尤其它是连结了我们北海岸、东北角的经济 以及都会发展的其实非常重要的位置 所以它是有符合我们特殊需要可以升格为直辖市的 而当时其实坦白说时空背景 当时的台北市市长是柯文哲 而新北市市长是侯友宇 其实有时候大家要真的坐下来去讨论到这一块很难 那现在我们那时候就有跟谢国梁市长讲 现在刚刚好三个县市的时候长 因为我们有那时候讲到的 比如说是大台北或者是 因为林优昌部长总共提出两个方案 一个可能是跟台北市合并 一个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邻近几个新北市的 这一些的区域一起合并起来 而现在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契机 因为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宇 现在也五星一市政了 他去选是总统了 所以他根本也不去管这个方面 而我们谢国梁市长其实常常也在讲 他说他跟我们的蒋万安市长是好哥们 平常都很常在互动 但是包含我们现在我们的内政部部长 是我们林佑昌前纪佣市市长 所以我相信其实在大家都有共同的理念跟目标的情况下 我相信要去推动这件事是有可能的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而我们其实之前在讨论到 借用捷音的问题 谢国梁市长有提到说 因为还款周期要加长 不然会造成我们市政的负担太大 我们有提出很多的建设 他始终都在讲我们的经费不足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归到我们的源头 我们是不是先去努力让自己升格为直辖士 真的去谈 不要一直透过媒体 希望拜会部长 希望拜会蒋万安 希望跟侯友宇去谈 我这样讲 讲十年还是不会变 所以我希望谢国梁市长 既然你自己真的有心要做这件事 我相信你如果要拜会林佑昌部长 或者是跟蒋万安市长 或者是侯友宇市长去谈这件事 我觉得都是很有可能的 我不希望你一直成为在媒体放话的空头市长 而是真的认真去执行 让我们基隆市升格为直辖士 让我们基隆市的发展可以持续的进步 这才是一个市长真的该做的事情 不断让基隆市进步 让基隆市民过更好的生活 其中有一项大家很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天际线 我们目前的天际线状况 有些区域还是没有办法很统一的整合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君佐异作 是的 小军 那其实君佐在担任里长的时候 就有在减肺缆线 那不过那时候是八九年前的事情 那这一次在市议会总咨询的时候 我也有请教公务处长啊 那什么时候开始清 清整我们的天际线 电缆线 那其实 我相信七个行政区都有 你看 我问处长说 这到底是什么线 处长他也打不出来啊 说真的处长都打不出来你觉得一般市民会知道这个是什么线吗 对不对 那再者你看 剪了线以后就留在电杆上 这个有没有电 有没有电我不知道 我改天请处长去摸一下 对 然后你看 这个 是用直接用白的啦 这如果没有白我手都摸得对了 真的啊 就是在 很低 信义区福明街 不是只有信义区而已 其实很多区都这样 包含 流民船路 南龙新村 那个都一样 对 所以为什么我要求说他一定要去捡 对啊 如果垂下来 车子去勾到什么 那是有可能电杆会 只有垮下来 这不是开玩笑 而且这是生根蒂固那么久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 这个是深吸路上 电杆 一半而已 不是 这壳都被拆掉了 壳都不见 对 这个是有电的哦 我看 这个应该是比较可能没有电了 这个确实是有电的 因为六点的时候 会亮 路灯就亮了 那其实我建议市府的公务处 以后你们这个 电线干 电杆的盖子 只要写基隆市政府 小拖才不会去拔他的这个盖子拿去卖啊 这通常都是说真的 是吸毒的 才会做这种事啊 对 所以说我希望公务处能加紧脚步 整理我们全市的费缆线 是 真的非常谢谢三位益座 剩最后两分钟 我们请三位益座跟民众处说话吧 先请文庭益泽 好 我们期待基隆的交通越来越顺畅 那也期待基隆捷运能够 尽早的开工 让早一天完工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的通勤的路 不再那么的遥远 同时我们更希望 市政府能够在推动电动机车 这个政策上面 顾及到所有电动机车业者的均等的一个机会 让每一家电动机车的业者都能够进入这一个市场上 让民众来选择他们想要的电动机车 而由市政府来补助 是让基隆未来会更好 我们请教秉均一则 那我相信不管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身格为直辖市 甚至基隆捷运 包含我们的共享应聚 包含其实包含金卓议员 我们问题总召提出了相当的问题 我们都是希望让基隆可以持续的进步着 包含其实我相信谢国阳市长 你也会有一样的想法 所以我希望你是真的可以诉诸为行众 让我们基隆持续进步 不要成为一个空堂的市长 那未来如果秉均有机会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也会来致力让我们基隆市持续进步 成为一个骄傲的城市 是 基隆会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移植 请教秉均者 那希望基隆市政府 那秉均者在市议会提案 那要竞速通过包含我们铁皮屋加盖 还有我们的肺染线整理要竞速加强 还有我们的幼儿园全面图检 这才是最重要 请卫生局明天就开始动作 是 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一座带大家来关心我们基隆 让大家看见基隆的美 以及他们的努力基隆的好 谢谢三位一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